顾小满 顾小满 想不到你是这样子的人 沈沁阳 这就是你捧在新街上的顾小满 既然你这么无情无义 那就别怪我了 小满 我们宿舍好像遭贼了 我们的东西倒是没丢什么 你的东西掉了一地 你快看看有没有少什么 没有 你怎么了 你不会去找昨晚表白了吧 对 沈沁阳一直在找你 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我知道 你们说到底是谁呀 怎么跑到我们宿舍来偷东西 怎么进来的呀 我觉得 既然没有丢东西 应该不是小偷吧 门是钥匙开开的 可能是孙艾宁回来过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我没睡啊 我只是 有点累了 我想睡一会儿 算了 算了 算了算了 倔强 我 知道 我 还想ỉ 두 你 还想说 一 club 又是一川 顾小满 我喜欢你 喂 顾小满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 原来表白是到这么难的题啊 顾小满 顾小满 无论怎样 这档难题一定会有答案的 对吧 你能不哭啊 为那个臭小子哭坏了不值得 你说话呀 怎么跟个闷葫芦似的 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大了 我们当大人的 最好少管 少管 我觉得就是管少了 我早就跟你们说 不要跟左家人有来往 就是不听我的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吧 我哪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喜欢她 她喜欢上人家了呀 那个闺女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 我不想听这个 我不想听 不想听 不想听 妈妈不说 妈妈不说 好了 好了 她很快就过去了啊 你一个副校长 咱们女儿被欺负了 你 你到底是管是不管啊 你不管 你去哪儿啊 想办法呗 我还能去哪儿 喂 孙叔叔 李叔伯 应该是送给那位 叫顾小满的女生对吧 你跟安宁的事 我都听说了 终于说过 人家 我还有个人 秘书 我跟安宁已经解释过了 我真的只是把它当成朋友 其实啊 叔叔这次找你来 是想解除我心里的一个疑惑 这个疑惑啊 藏在我心里很多年了 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想 晓岸 你是不是因为当年的那件事 把安宁当成了替代品 所以这么多年才一直这么迁就 叔叔 我从来没有把安宁当成任何人的替代品 我只是觉得我有责任 有责任照顾他 但是也仅限于哥哥照顾妹妹的那种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件事不是你的责任 那是个意外 如果你始终这么想 你跟安宁都没办法过得好 只会把你们两个逗大了 让你们带在各自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难 都过去了 现在的人啊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 就大胆去爱你相爱的人吧 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学会如何去爱 好好珍惜这没有任何名利色彩的 恋爱时光 将来有一天啊你会明白 能做到爱一个人而让自己不后悔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书生呢 书生呢 护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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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昨晚 原来 梦境和现实都是一样的 那让我们来画个句号吧 我希望你来看 我的日记本呢 公告栏上贴的日记 真的不会是小满的吧 不知道啊 你过来问问他 你们回来了刚好 你们不是说我有东西掉了一地吗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本 粉红色的日记本啊 那 这是你的日记本啊 小满 你的日记本被人贴到公告栏上了 让一下 让一下 顾小满 我们学校和组完同一个高中的女生 就只有你一个 这日记是你写的吧 小红小疯了吧 昨天跑进男厕所 今天就晒恋爱日记啊 多长青啊 从高中一直追到大学 我看我们上学期晕晕雪的那个女生吗 是为了那个男生来的啊 好偏啊 是有病了吧 文笔还挺不错的嘛 有连载吗 有连载吗